欢迎收听解释资料 我是小杰 今天录音审是2023年7月31号 已经快要8月了 的早上8点51分 那因为我昨天晚上就在忙 所以今天就早上起来 赶快录一下这一集 那我现在还在广岛 那昨天的 昨天其实是挺累的 累到我睡到昨天小一点 这样算累吗 那因为东京这边 不是东京 广岛这边很多店 大概到六七点就结束了 所以我的行程就非常的诡异 就是起床之后 晃一晃 晃一晃之后 哇店都关了 所以大家来日本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下 因为虽然大家可能去东京 都也知道 也知道这个 店可能在七八点就会关 但是其实你真的要在 八九点以后要吃东西 还是有机会 但是在广岛这种 相对比有一点点向下的地方 那你就是完全没有东西吃 真的是完全没有东西吃 就只有那个便利商店这样 所以我只能说这一趟 我真的是强迫自己 今天要早起 那现在早起就发现说 也不知道干嘛 我想说那就先把今天的 新闻试播集给录一下 好了这样 那新闻试播集 我们理论上每一周都 每周的礼拜一都会有 有时候会放在礼拜天 今天是我们新闻试播集的 第25集 那这个系列会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航空旅游跟饭店相关的新闻 这样子 那今天的这个第一则新闻 第一则新闻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先去听听看 这个我们的上一集 上一集是在讲说这个 阿拉斯加兑换新雨航空这一集 但我知道这一集相对来讲 是有一点点这个入门的难度 不过目前这个票都还是有的 所以这个如果你想用阿拉斯加 兑换新雨航空的长城商务舱 没有跟着 长城的经济舱跟豪金舱 还有这个短程的 短程的目前其实都还有 那非仙台 因为仙台用321具飞 321具飞 它放的这个商务舱 应该是只有两位 所以就比较少这样 所以如果你还有要开票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这样 那如果你是要开负数章 例如说你要开三章四章的话 你有很大的几率 会跳到更多的里程数据 那详细的大家可以去听一下那一集 我在那一集里面 其实我觉得讲的蛮清楚的 比很多人讲的都还蛮清楚的 这就是Podcast的好处 我可以用一个非常完整的时间 来跟大家讲 那你自己没有听到那是你的问题 好了那这个我们就进到 今天的下一则新闻 下一则新闻一样也是航空相关的新闻 就是国泰航空 国泰航空即将在10月底的时候 要复航台北明古屋 那单号是CX53E CX530这样子 好那这两个航班 一样也是第五航权 那目前预计是用350去做直飞 那我是觉得这一般对于大家来讲 就是里程票可以准备要开起来了 可以准备开起来 就是如果你本来就想去明古屋的 其实原本 如果你在这一今年有想去明古屋 你就会发现那个时间很差 通常你可能会想说要从雨天转机 或者是搭JR过去 搭新干线过去 但是现在台北明古屋 这个国泰富航这个时间是相对好的 所以大家可以利用一下 然后也可以开这个里程票 因为毕竟这个 花开开的持续者 这个国泰也即将在10月1号 要涨这个里程数 那大家可以赶快把这个里程开一开 那如果不开也无所谓 这个国泰的台日机票 也一直都是传统航空里面最便宜的一家 会仅次于台湾的这三家 好那既然这一则新闻讲到 台湾三家航空公司 我们就来讲讲看 这个Charo Hong Kong Charo Hong Kong 我们在上一期的这个新闻试播集 有讲到说 他把松山雨田县跟松山上海县 把它从330换成7870 但上一周的时候呢 我们就讲说 他从8月22号到9月23号之间 把激情换成7870 但是现在这个更动呢 延长到10月28号 那这个其实 我上一则的 上一期的新闻 其实就认为了 那个感觉是说 他虽然是写一个月 但是应该是会 永远这样下去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 787飞一飞就定翻了 那他这一次是延长整两个月 那我们就看他会不会继续延长 因为我自己觉得 12月1月应该也都算是忘记吧 我才确定 因为台湿前好像也没有什么淡季 好那这边我想要再补充一点 就是因为我上一周 老实我觉得上一周那个我没有录很好了 那其实330跟787 对于如果你是坐经济厂的人来讲 你可能会比较喜欢330 因为他整个位置一距都是相对宽的 当然如果你跟我有一样 有这个新飞机证的话 新房间新饭店新飞机 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你可以牺牲一点点的舒适性的话 那787时绝对还是会比较舒服啦 所以以经济舱来讲是330比较舒服 那以这个商务商来说呢 商务商来说就是787会比较舒服 所以上一集我大部分都是focus在787 那这个info的意思其实是告诉你说 如果你今天要在这几个月 就是8月22号之后你要开 这个松山雨田线或松山上海线的话 你如果真的是差一点点 以前人都觉得说 这个经济舱商务商应该差不多 在这一个787时机型里面 它的经济舱跟商务商差距会蛮大的 就是也给大家一点想法 因为我知道 因为我自己在有时候兑换的时候 其实我台日线是不做商务商的 因为我觉得台日线那么短 那上去就下来 然后可能有时候里程差一倍 那大家有时候里程计划可能只差个 可能几千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考虑一下 就可以想说反正也可以尝先看看这个787时的 这个121的配置 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差距是已经有拉开了 好那这个也是一则新闻 然后给大家一些 这个曾经搭成功的体验 那这个787时我自己是搭过 从大阪回来的 因为其实这个787时这个机型 已经拿来做短程的运输 已经也是几年了 但我是觉得商务商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好那再来下一则新闻的话 我们就来讲讲这个 卡达航空好了 那卡达航空已经正式成为 美国运通 这个Membership Reward 就是这个是美国的美国运通 MR系统的转点伙伴 那转点的比例是1比1 而且是马上到账 那所以这边跟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卡达航空 那我们前期其实也有讲 这卡达航空的一些亮点的部分 包含说它是这个新的 One Word短程之王 那这个 但是它短程之王是改到 有点接近以前旧BA的这个表 但是呢 它们的兑换相对比较麻烦 它没有办法在网上直接去做兑换 你必须要先填一个form 然后它才告诉你说有没有位置 但是表示无庸置疑的短程 非常非常的像 所以现在这个 我觉得它算是 它算是换瑜伽的短程之王 那这个另外 另外的短程之王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VS吧 Skyteam的话应该就是VS 那星宇航空 是不是星宇航空 星空联盟的话 那目前 星宇航联盟 我还真不知道短程之王是谁 好像都还好 就是大家 蛮多都蛮好用的 AC AV TK 可能都还蛮好用 但是也没有一个是 真的是短程之王这样子 好那这边就讲回来 就是卡达这边 它的兑换的亮点 大概就是自家的商务舱 或者是自家头等舱 以及这个短程的一些航班 这样子 短程的oneworld伙伴航班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要转QR的 那这个是蛮方便的 那它在QR跟BA 现在都成为Avios 所以你可以转它转去 你可以把它转过 你可以转进去之后 然后转成AV 跟着 转成这个Avios 叫做BA 就是银行的BA 你可以把它转回来 变成卡达的Avios 这样 反正它都叫Avios 它都叫做这个东西 那你可以把它在这个系统内护转 那这也是一个小Petball 再来下一则新闻 我们讲一个饭店的新闻 那饭店新闻的话 第一个是这个万豪 那万豪联名卡 如果你有这张美国的万豪联名卡的话 可以记得在8月10号之前 可以去登记 去登记一个活动 这样那这个登记活动是说 如果你在9月底之前花7000块美金 那你就可以获得1万点的万豪点数 这回馈率极度的差 大概就是1% 因为你花7000块美金 大概就是20万台币 那这个1万点 现在折合台币大概是2万 1万点大概是2000多块台币 价值2000多块台币的点数 这样 所以这样加起来 其实回馈就是多个1% 那大家就看有没有这个需要 那大家可以去注册 那我们这个什么连结 什么我们都把它放在 这个这一集的正下方 或者是 其实有些人可以直接看这个 这个Short Note 就知道说 今天有没有你想要另一个东西 这个我觉得是蛮 我也不想想 我也不想要 因为大家时间真的很少 我不想要这个浪费大家时间 好那再来下一个新闻是凯月 那凯月的话 这则新闻是说 他即将要换 他的换房系统 所谓换房系统是说 其实我们在每一个饭店集团 他背后都有一个系统商 有点像系统商的感觉 那即将换成叫做Sabre的一个系统商 系统商叫SAPRE 那为什么这一则新闻要特别讲 新闻SAPRE 它基本上是 是相对于现在凯月的系统里面 他比较容易支援 所谓的动态调整表 就是讲简单一点就是 他现在要换这个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是说 他们也要加入动态的行列了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玩凯月 或者是你有在收集凯月的点数的话 我是觉得要稍微的节制一下 因为凯月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这个饭店集团里面的清流 所谓的清流是因为说 他们的动态 他们的表格就是分淡季 旺季这样子 所以它有三个表格 一个饭店可能是15000点 17500点跟20000点这样子 可能没有那么近 可能是20000 25000这样子 那这就是分别是淡季 跟标准跟旺季这样 那但这个只是 他就是给你一张表 所以最贵就是25000 以这个case来说 所以如果他今天 把变动态表格的话 那就有可能是无上限的 好像这个像上周 还是这个IHG吧 有一个新闻说 他的点数最高开放到20万 但是你20万点换一房完 就是他的这个上限 是非常无耻的 所以大家也要 就是基本上 这个凯悦感觉也要走向动态 但是这是感觉 这不是一个决定性 这不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消息 非常有可能 这个未来会走上 这个所谓的Dynamic Pricing 我今天刚起来 所以这个语速有一点诡异 脑子还在建构当中 我最近真的很少讲中文 我现在只有在录音的时候才会讲中文 其他事件好像 结果还是得讲英文 有点惨 就是说反正这个凯悦啊 可能会改动态表格 那如果你今天有买的话 那是不是看是不是说 要准备把它花掉 那当然其实凯悦应该是会提早公布说 它要变成动态表格 那应该都还有最后逃命的机会 跟这个旺好一样 他改这个category 其实也都还有一些机会可以逃 所以我是觉得不用太担心 但是要有一点 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就是这个凯悦换的系统 那大家可能要稍微的小心一点 好了 那我们其实今天的这个新闻 都就到这边为止 所以我今天有没有听起来 我今天讲得非常非常的从容 因为我觉得今天没有什么 那么多东西新闻可以塞 那其实新闻式播集理论上 我也是希望在20分钟之内 可以录完一集 但有时候有些东西真的是太杂了 或者是我写东西不小心讲太深 真的很抱歉 我会再把它调整一下 那像这个阿拉斯加兑换 心语航空这件事情 我就把它特别拉出来一集 所以我这样调整 在听众在告诉我说 这样对你来讲有没有好处 或是有没有比较 听起来收听感会比较好了 虽然说这个比较专业的一些内容 但我还是希望说 这个有些人是入门的 那你可以听过这些东西就觉得 哦好原来就这样 然后不要让这个听不懂的时间占大多数 我觉得这个这个听感是很重要 好那还有一些就是这个 最近有台风 最近有一个叫卡努台风 卡努台风的话 应该是在8月1号跟8月2号 在8月3号 这三天应该会影响北部最大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 因为我现在在广岛 所以我一直在看这个台风 那所以说如果你在 可能在这几天 有非例如说桃园起降 松山起降 跟这个日本的话 就是中省 中省是已经确定 7月31跟8月1号 应该都会受到影响 应该已经要取消 应该已经取消了 那可能8月1号 8月2号 可能应该会直接关场 这个其实这次台风蛮大的 所以这次台风 不会比上次小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这次的方式准备啦 因为这次台风应该也不会 应该是直接从北部回来 然后目前看起来的路径 应该不会 应该也不会登陆 那就是一个标准的西北台 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 然后这次应该会比上一次有感 如果你是北部的居民的话 那这也是提醒大家 那对于旅行 大家也要有一些防备措施 不管是不变险 还是可能你行程要做移动 这都很重要 因为我知道这个暑假 大家都可能会飞来飞去 那这个我觉得重点还是要安全 重点还是要这个减少自己的损失了 好了那我们其实今天这一期 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那喜欢这一集的话 可以把这集分享出去给别人 或者是说在Applebox 帮我五星的留言 然后或者是说也可以在我的Instagram 那我们都把留在正下方 在这里一点贴也OK 或我私人的Instagram NLC52 那可以来跟我聊天 或者是提供我新闻 或者是你可以来问我问题 那我们现在每一周都会有一个 小节大在问的一个环节 那大家可以问我任何的问题 我会花一集的时间来回答你的问题 有时候想回答问题 就想要回答仔细一点 所以那就不管你问什么 你要问我自己私人的问题 还是我的对于什么事情的想法 或者是对于里程 对于航空旅游的一些经验 我觉得也都可以 我想要有一个单元 可以让无论是什么 什么这个 如果你有没有在玩里程 有没有在玩这个 或是你只是听节目 觉得说很好奇 我对这个东西的看法 然后这个系列 就是让大家去认真的问问题 这样 那你可以透过Apple pocket的五星留言 我也会尽量的回答你的问题 好了那这里就到这边 我是小姐 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